每個女人 最嚮往童話式的愛情故事 她為了愛情,更可以放棄一切 只要你愛我,我願意殺我媽媽 媽媽是否你殺的 警察到警察告訴我人 台灣奇案,終極不孝,誤逆女 可以嗎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這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當然少不了的美女拍檔 可宜小姐 還有香港事案專家花家姐 問問兩位現場美女 你們愛情和事業會如何選擇 當然希望愛情事業兩得意 大家都希望這樣 當然 別人叫你選擇 對 我覺得人生不可能長期圓滿 兩人都很可愛 一定會有起起跌跌 這樣才是人生經歷 不跟你說了,那你怎麼選擇 我說這個世界很現實 你有事業時,你卻沒有男人 過來人魚,這些就是… 真的 男人只是應用,女人也應用嗎 我覺得兩者都合用 我贊成一件事,你說老套 最好是愛情事業兩得意 對 有一條是我給你的 是否真的那麼容易兼得 好,在台灣有個女生 為了希望跟男朋友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於是向自己的親生媽媽 狠狠獨手,茂菜開命 抱出一段最殘忍的愛情造谷 2012年5月4日 台灣花蓮縣一處海邊 有人發現一句女佛師 由於身分不明 警方一度陷入膠著狀態 經三個月調查 發現兇手竟然是她的親生女 和她的男朋友 審訊期間 Ian更是看守所結婚,令人嘩然 最後Ian被判,無期徒刑 這個世界真是多狠毒的人都會有 我們先看看這對惡毒情人的背景 男兇手叫曾子中犯案時49歲 曾經在台灣國防部研究院工作 退役後移居紐西蘭 女返名蔡晶晶 犯案時30歲,她的樣子有點凶狠 對,眼神 這個被捕後拍攝 說回她們倆的關係 其實開始在2000年 當年蔡晶晶只是一名18歲的學生 遠赴紐西蘭球學 希望畢業後回台灣 有更好的發展 其實當時她是一個很正路的學生 因為她去到當地 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好 所以她第一時間 想找一個懂得說國語的外語老師 就是這樣認識曾子中 找了她當補習老師 先別說品性 先說說讀書方面 曾子中確是挺好的、挺優秀 尤其她的英文非常不錯 兩個人在一起時 由於異鄉,大家可能寂寞 很快就瘋著了 但為何愛還愛 最後會令人殺人 甚至為何蔡晶晶 會連自己親生媽媽也要殺害 我們先放下動機 不如說說調查過程,好嗎 對,整宗案件是如何被揭發的 當天在花蓮一處的海邊 有一個釣魚客在釣魚 誰知道釣魚的時候 竟然看到一個屍體 當然第一時間報警 但由於屍體的頸部 被鐵絲纏著 雙手被反綁 所以一開始已經認為是他殺 立即展開調查 但問題出現了 因為屍體浸過海水 非常浮腫 甚至連指毛也無法套 所以一時之間完全辨認不到 他的身分 因為即使是他身體上 也沒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 警方唯有透過死者的服飾 希望透過傳媒公開這些衣物 看看是否有人認得他 但衣服太普通了 可能很多女士都是這樣穿的 沒辦法有任何啟示 但經驗屍後 證實這個死者 年約大約50歲左右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他的口中有一副全口型的假牙 即是整棵剝下的東西 對,大家看到照片 對,對此原來這類型的假牙 並不是太多牙醫有做的 也可以說是最有力的線索 所以當時警察查 究竟在台東、台中的地區 有哪些牙醫有做過牙套 但結果毫無進展,找不到 亦找到當地有否失蹤人口的消息 亦找不到 所以經過差不多足足兩個月的時間 警方都可以說是毫無頭緒 你知道台灣一向都是讀詢鬼神 政界也好,境界也好 平民民間更加是 查這件案的隊長親口跟傳媒說 他自己毫無頭緒去求神問卜 他在廟宇找了一位師傅 這位叫女師傅 可能這位女師傅就跟她說 為何有一個女人在外面看著我 有一個女人甚麼都不說 很凶狠、幽怨地看著 而且做了一個動作也很可怕 每個人的毛管都很動 她讓這位女師傅面前脫了一副假牙 我害怕 剛才自己看完報紙 我真的很害怕 這件事不是我們作者 是隊長跟傳媒說出來的 隊長也說這時候 自己的反應跟我們一樣,毛管也很動 但其實台灣人也比較偏信 所以寧可順其有 就給了一幅紙的師傅 不如你試試描繪畫出來 而畫出來的樣子就是這樣 其實挺可怕的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對,我也覺得這幅畫相當可怕 究竟能否拿這個來做一個拼圖 最重要是當時這位女師傅 跟隊長說了一句說話 鬼魂跟她說她住在台北 這位隊長聽到之後就寧機一觸 對,為何想不到 我們一直在調查台南、台中 從來沒想過台北 於是他們照樣主要換 去到北方進發 找牙醫 結果找到跟死者做牙的牙醫 證實了死者的身分 就是55歲的陳怡 我們這裡也有她的照片 究竟跟剛才描繪的東西相似嗎 大家自行判斷了 很難… 證實了死者的身分後 警方當然第一時間聯絡她的丈夫 也發現她的丈夫在四個月前 已經報稱她失蹤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發現她的女兒,也就是蔡晶晶 和她男朋友曾智忠 都是同一時間失蹤 手提電話幾乎是全日關機 他們倆是與世隔絕 倆是自己過一些 可以稱為很獨立的生活 警方展開調查 鎖定了他們倆經常出入的網吧 我們也可以看看 他們當時在網吧被捕的變段 首先看到蔡晶晶 被探員牽著出來 牽上手扣的例子 對… 然後有一件男兒犯 也是曾智忠 曾智忠 你看到她們的反應 其實也很冷靜 就是預料了 沒有掙扎 前面有一個探員先拿著兩袋 那兩袋是證物 雖然男女疑犯 但當時恥口否認 但警方不理,一於追查下去 順藤摩哥找到很多證據 找到一間租車公司 幾個月前他們原來租過車 我問我租車公司的老闆 說你否認得你兩人 很奇怪 很多生意的東西都有不同的客人 老闆說我一眼就認得他們兩人 就是因為他們在還車的時候 在車尾箱裡留下了一大堂血跡 他們解釋說因為買了魚 但因為包裝得不好 就不小心漏出來 還說他們事後不停向老闆道歉 老闆也打算識事寧人 算了,不要緊 打算自己清洗一下 誰知道洗不掉那股血腥味 陰宮幾個月都還在 警方當然不放過這麼有力的證據 第一時間上車搜集 雖然DNA已經破壞了 但可以斷定那些是人血 絕對不是他所說的,是瘀血 他們的犯案智慧也很低 是的 但這個屍體發現的地方附近 因為比較偏僻 沒有任何天眼 也找不到任何他們的蹤跡 直至發現這輛車時 才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可以找到他們的蹤跡 旅氣屍在花蓮那裡 他們台北差不多200多公里 說回來,氣屍和出發地點 相差是200多公里 所以警方也估計 他們這樣做是刻意轉而視線 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因為在台東的海域位置 他們應該算過 有機會會順著水流 將屍體飄到太平洋那麼遠 但誰知道天網恢恢 只不過隔了兩天 就已經被人發現了屍體 不僅僅,警方還在一個迷你倉 找到很有力的證據 原來犯案前一星期 蔡經經五役女 租了一個迷你倉 放了很多東西 當警方一開門的時候 真的毛管也凍結 之前說過屍體上有鐵絲 纏著頸 另外有銅軍繩綁著手 原來裡面有這些工具 在這裡 明顯看到他們犯案前 做足準備工夫 買了其家庭 沒錯,做足準備工夫 但為何善後工夫那麼差 為何要找一個迷你倉 租住還保持這些東西 這些這麼有力的證據 永遠都是這樣 做壞事一定會有尾巴給人踏踏 對 天網恢恢就是這件事 證據就算是差不多十足 但當然二人恥口否認 警方一定咬不放 帶你們倆去廟裡裝著香 讓你死了的媽媽 去到時,女師傅又說 我又看到有女四姐在現場 嚇她們,還說 你聞到嗎 有一股腐爛的屍體氣味 你認不認嗎 於是蔡經經狂聲大發 是,挺有趣的 其實聽聞台灣警方 挺喜歡用這一招 對,單單我也有 好像突破你一個心理關口 到了那一刻 蔡經經崩潰痛哭 說出她們殺人的過程 但其實只不過是那次而已 之後又開始打回原刑 完全不承認 但也好,起碼她們有說出來 也算其後作為一個參考 對,鵝門托出說 在2012年4月30日 蔡經經想買樓,借錢為理由 叫她男朋友回去跟她媽媽說 再談一會,不知為何她媽媽說 我想進去睡覺 走進房間的途中 曾志忠拿了一個電擊棒 在後面電暈了她媽媽 然後拿出鐵線,燃死她 蔡經經雖然沒有下手下腳幫忙 但其實她全程看著 她男朋友殺死自己的媽媽 處理屍體的時候 她始終要下手下腳幫忙 先用童軍繩綁住她的手腳 然後放在垃圾袋上 然後再裝進行李行李行李 然後抬上車 但在迷你倉上找不到電擊棒 曾志忠說 因為當時她覺得那支棒不適用 她就拿去退貨 說自己買錯了型號 所以不知道她在哪裡 終於落網了 為何蔡經經做為女兒 做得那麼沒人性 是否真的受過男朋友疏擺而殺自己的媽媽 她的心理變化是怎樣的 稍後我們請來心理專家跟大家剖析 到了罪公法院被改判的無奇徒刑 這樣判法我也覺得很荒謬 她的遵守能力很高 幸好沒有稱讚她一句有高尚情操 歡迎回到晚吹罪光燈 我們上一節說到一個五役女 在男朋友的信仰之下 竟然一起密謀 謀殺自己的親生媽媽 事後有東槍事發,被人拘捕了 但愛情應該是一件很甜蜜的事 為何可以令人性也沒有禽獸不如 這一節我們請來心理專家 施提反和我們一起談談 歡迎… 看大部分的命案 離不開都是幾種因素 金錢、仇恨、感情 而這次就是淺作怪 看蔡經經的家庭 其實本身相當不錯 從她去外國讀書就看得出 即是爸爸是空軍退役宗教 擁有幾個物業 至於媽媽陳怡也是案中的死者 其實平時都是經常收租 本身也有幾個單位 其實在深一層父母八年歸老後 那些物業都是蔡經經的 因為她是獨女 對,她為何這麼等不及 她們初初拍拖的時候 即是十年前 其實曾志忠已經是一個軟飯王 攤大手法文 對,已經是新手牌 慢慢成為一個依靠,成為習慣 於是兩母女為了金錢上的事 已經是來不時經常吵架 十年後,蔡經經他們 索性就搬回來台灣共父同居 其實媽媽對她們也算不錯 當時還拿了30萬台幣 即是8萬港幣 也有些起動資金 誰知她們好吃冷飛 不僅僅工作 過了一些很微爛的生活 經常是蒲網吧 花了錢後,有一次蔡經經 更誇張得因為沒有錢開飯 去到超級市場偷牛扒被捕 施提反,我想問一下他們倆 又年輕又有學歷 為何要這樣做 我覺得不太奇怪 因為我們以為節力更新 節食其力很英文 我們當然以為 但實際上中國某部分人 都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也聽過一些故事 跟家人說 你是否疼愛我 疼愛我,買一層樓給我 他這樣開口 他也有手腳,也有學歷 但這個不奇怪 但如果你真的要認真想 就可能後面的管教模式 或是跟父母親關係 這個可以考慮 但結果因為偷東西被捕 於是他們倆又不敢再偷 就想要工作 但工作又不夠花錢 於是繼續問媽媽 這次更離譜,獅子開口 要多少錢呢 100萬台幣 大約25萬港元 她媽媽問我們倆 我真的長貧難顧 於是她狠心點 把水口關掉 一個月後,仙都不仙下的曾子中 又去超市高買被捕 這次她去越南就原不是辦法 於是狠心腸 就策劃這場謀殺案 而她要成功 當然第一時間要說服的 就是蔡京京大而滅親 亦想問問史提反 究竟她有甚麼魅力 可以說服自己的女朋友 殺死自己的媽媽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可能情人眼裡出世事 或是一旦喜歡,有一個很難脫 演化新聞學說 女性的生育成本很重 於是她對愛情或付出很狠 所以我們聽新聞 例如這次的案件 即是殺父母也好 男人多,女人多很多 對… 蔡京京的初戀 是否有多少關係 有關係 例如你加上讀書 最初懂得讀書 讀書是一個外國環境 兩個加上是一種隔離 有一點…我們以前經常聽 凡尿心話有一個叫 悉德哥爾摩校群 其中一個叫隔離 她的世界只有我跟她 穩俗地看著她的兒子 又飽了 看著她的男子 她的男人就覺得可以了 即是世界將我包圍 小死都要在一起 對 還有一點就是蔡京京是獨生女兒 但其實她小時候有個弟弟 但因為她的弟弟患有白血病 父母要花很多時間精力去照顧她 所以她有一段長時間交由外婆照顧 其實這會否令她覺得 她的父母不照顧她、不疼愛她 其實這樣看起來很難知道 因為我們很多資料都沒有看 實際上我們經常是 輔導心理學或普京心理學 功能和她的關係不是等同 經常有很多人說 父母親吻沒有空 但每天跟她聊一分鐘 很珍貴和很高質素的聊天 那一分鐘撐得住,看著幾個小時 而且純粹照顧,或者待會你問我 拿錢,我給你錢 或者你想要甚麼,我給你甚麼 其實不等於關係好 也不等於她和父母之間健康 另外說說一些比較瘋狂的行徑 我們發展之前兩個月左右 有一次蔡京京找了一個專業化妝師 拿了她媽媽的照片給她看 麻煩你跟我化妝,為何不一樣 人家覺得很奇怪 要給個理由,為何要化媽媽的樣子 她給個理由說 我學校校興,我想有化妝舞會 我要化這個樣子 其實她做甚麼呢 她拿了一些證件去銀行 企圖門騙銀行的職員 騙取她媽媽的物業和存款 當然事敗,人家說不是你 然後她馬上事敗 但其實擺明是很容易穿的 當時她到達一個地步很不擇手段 很難說 因為有些部分的犯罪身後 有研究或是避害人也有 有些叫避害人分別學 發現原來很多罪案 特別是牽涉暴力的 犯罪者和避害人 其實生活智能是有問題的 不是普通智能 她可能待會做智能 也可能正常或是高分 但生活的智慧 有些研究,例如犯罪身後發現 無論有很多嚴重罪案 例如香港的暴力 那些攻擊人或避害人 可能掌握得不好 我懷疑這件事也是其中一個 他們的生活智能 例如我這樣說 你猜想要怎樣化妝 特技化妝也不行 但他們可能在腦袋裡想起 是突然想像是可以的 我想這樣做就做了 對,於是他們生活智能是不行的 這些不是純粹計算 為何有些案件 你不是用我們去分析 不是用我們投入角色的想法 因為他不是我們,原來不是這樣想 而且他想像突然觸碰 他可能已經自己笑了 然後就馬上做 然後你問他,可能他也回答不了 其實在殺人之後 蔡經經第一時間想到 拿出媽媽的現金、銀行傳接 身分證等等,劉契 一直想找機會像之前那樣 去到銀行運水摸魚博一博 誰知道在他未實行這件事之前 已經被警察拘捕了 去到審訊期間 雖然是鐵證如山 但兩個人依然是死口不認的 蔡經經還不孝到 你真是猜不到他 誣蔑自己的爸爸 說是爸爸,是殺人兇手 是他做的,是他指使的 還有曾子忠每次上庭 跟很多有讀書的人一樣 是整個專家,處面不驚 他還拿了一大疊法律的書 法官說了很多話 他也會去挑戰他,去挑戰他 而且兩個人還經常自稱 自己有精神病 要求停止審訊 但法官當然不理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精神病 由始至終沒有… 法庭方面沒有醫學報告 說他們有精神病 不過我們現在看看片段 蔡晶晶被押戒時的表情 給大家看看 他一看到有記者在場 立即就另一面 經常都遮蓋著 媽媽是否是你殺的 警察告,警察告錯人 當然也恥厚否認 傳媒問他是否殺了媽媽 當然他被誤導、告了人之類 傳媒的引述 經常都是目露空光 對 不知道這個情侶是否太傷害 他們竟然要求在獄中結婚 而且希望可以共渡春宵 可以嗎 對 很誇張 而且結婚那天 他們竟然選擇母親節的前夕 大家知道他們殺了女方的媽媽 為何會選擇這個日子 來結婚?甚麼心態 難以相信 這件事是否報復心態 我現在告訴別人 我沒有錯,是否這個意思 剛才我說過,其實我們看不到 他跟媽媽的關係 但我猜未必好 實際上,中國式的家長 有一點問題 他們以為我讓你吃 讓你住,我對你好 有時那種中國式父母權威 一般的年輕人 現在在這樣的文化成長的人 未必喜歡 他可能心裡是高度不滿 於是他覺得殺了一個 是一個功能上的父母 於是說母親節又如何 他可能完全沒有考慮過 甚至特地有一個復仇心理 不要吵架,紀念他 或是敢紀念他 用他們的所謂相愛 紀念這件慘事 對 奏何悲 經過審訊後 法官判蔡晶晶無期徒刑 而曾志忠被判死刑 誰知道到了罪公法院時 他跟女朋友一樣被改判無期徒刑 為甚麼 原來是因為認為曾志忠有救 他並不是十惡不赦 最荒謬的是甚麼 法官的理據就是 因為曾志忠讀書時粗運良好 而且他工作時又多次獲得加許 那怎麼辦 所以就要判輕一點 讀書時是多久之前 30年前 我覺得很荒謬 30年前成績很好的 30年後犯案有得參考 真的不錯,追溯能力很高 即是無限追溯 即是出世開始說 所以我們都覺得很荒謬 外界馬上很嘩然 但最後法官堅持 也頒下免死金牌 還勸他在獄中 證私幾個重新做人 希望他接受治療 幸好沒有稱讚他一句有高尚情操 大師提犯,最後也想問 你認為蔡晶晶有得救嗎 他會否有一天良知發現 原來我做了一些上盡天良 殺自己麻麻的事件 有類似這樣的研究 但當然不是很大規模 當作是傳聞 那個研究就是 可能有五、六分之一的人 本身良知的部分是不發達的 所以這宗很荒謬的愛情大悲劇 可以這麼說 愛情一定很神聖、很甜蜜 但不可以過度去到麻木 更加不可以忽略最寶貴的 親情 今天很感謝私底板跟我們分析 謝謝